好了 各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Mac的键盘 咱们这个Mac的键盘呢 跟这个Windows的键盘呢 也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绝大部分都是一样的 Mac键盘呢 它的布局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这是笔记本电脑的布局 笔记本键盘的布局 我们这个台式iMac的布局也差不多 唯一的区别是这样的 在这个地方 能看见我的鼠标啊 这个地方啊 很多同学我告诉你 他买了那个 我记得我们上个班一个同学啊 他从京东上买的那个笔记本 买回来之后找 翻过去找 翻过来找 找不到那个电源键在哪 是吧 他老师们没有电源键 好神奇啊 是吧 其实电源键是设计在哪的啊 设计在这个键盘上面的 键盘上面这个地方啊 然后呢 还有些需要你注意 注意什么地方啊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Mac键盘 有几个跟Windows键盘 不太一样的地方啊 第一个 就是我这个地方啊 我这个鼠标 放在这儿 这个我们叫什么键呢 叫Common的键 叫Common的键 也有人叫花键 叫花键 这是Common的键 然后呢 这边这个 当然Common的有两颗啊 空格键的 左边有颗Common的 右边呢 也有颗Common的键 OK 然后呢 这个呢 叫Option键 Option键 Option键 然后当然Option键也有两颗 左边一颗 右边也有一颗 然后在这边呢 这个叫什么键呢 这个叫Ctrl键 这个叫Ctrl键 当然这个Shift键也有两颗 这边一个 当然这个Shift键的话 这个Shift键的话 我们这个Windows里面 是不是也有啊 也有啊 Shift键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键叫什么键呢 这个Shift键上面这个键 Capsule 大小写 切换键 大小切换键 这个你需要注意一下 OK 所以以后我们说 按住Command 按住Option 按住Ctrl 你要知道是哪几个键 别搞梦圈了 别搞梦圈了 这几个按键你需要认识 OK 那么一些键盘的特殊符号 也需要了解 就是在我们这个 在我们的一些文档里面 书里面 我们这些按键 我们其实有些符号来表示 比如Command键 Command键 我们其实一般用的是 这个键来表示 就这个符号 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Command键 Command键 就那么意思 这是这个 Ctrl键记住 是用什么的 一个尖尖来表示 Ctrl键 Ctrl键 O不行键 用的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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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然后Shift键 记住是Shift 不是Sheet 有人读音很不准确 Shift键是这样子的 一个键头向上 这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还有一个Capsule 大小写切换键 它是一个键头 上面一个这个东西 所以因为我们后面 你在看到别人写的一些文档的时候 你记住 或者说写的一些 或者是一些快捷键提示的时候 它这些键 是用这个符号来表示的 它并不是使用那个 Command Ctrl O不行来写的 这个要注意 我主意给你 比如 这 偏好设置 是不是有个快捷键 在后面是不是有个快捷键 什么 Command和 逗号 所以你看这是 你按一个Command 逗号 就可以调出预览这个程序的偏好设置 偏好设置 偏好设置 再比如你看 怎么来的 OK 包括这些 你看 这儿 前往工具 这儿 显示 你看这个 隐藏编栏 怎么 快几件 怎么快几件 Option Command 1 你就可以 Option Command 1 看见 就这样的 怎么出来 再点一下就可以了 出来了 点一下这个地方 隐藏 不隐藏 这个好烦躁 是吧 不管它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这个 所以 你再去用别人的软件的时候 我们这些菜单里面 每一个菜单 基本上都有对应的什么呢 都有对应的快捷键 那么你可以看 看后面这个快捷键 你可以通过快捷键来操作 而这些快捷的符号 你要记得啊 你不要不记得 那就麻烦了 那就麻烦了 这是我们这个 关于这个文件操作的 一个快捷键啊 要说一下 一个组合键 说一下最常用的吧 Command C 刚刚说过了 复制 Command V 粘贴 Command S 保存 Command Z呢 撤销 什么 举个例子给你 比如你看 我备忘录里面 比如 咱们这儿 有一句话吧 这个 我 比如 我爱黑嘛 程序员 我想把这段话 复制一遍 当然很多的方式 快捷键是选中 Command C 然后呢 Command V 就可以了 这一个 还有保存 Command S保存 Command Z 撤销 Z 就撤销 这是我们这个 这几个快捷键 是我们后面经常用到的 你也要注意 还有关于窗口的 操作的一些快捷键 Command W Command W 关闭应用程序的窗口 记住啊 它只是把这个应用程序的窗口给关掉 并不一定是关闭这个程序 我举个例子给你 比如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啊 我现在选中它 Command W 诶 窗口是没有了 但是那个预览 有没有 这个程序有没有结束 没 这个预览没有结束啊 没有结束 OK 那如果说你想把 你想结束 你想把这个程序 彻底退掉 我们早上也讲过了 有个快捷键叫什么呢 Command Q Command Q就是彻底的退出程序 你看看这儿 退出去呢 Command Q 就可以彻底退出 这个要注意啊 输入法切换这个不太一样 我一会单独讲这个输入法啊 好了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咱们这个 Mac的键盘 在工作室里面 这样的项目 摆住人